好 這個問題我就不會再去用那個調查來問了 我直接用舉手的來問好了 你們覺得 撒謊是一件對的事還是錯的事 撒謊是一件對的事的可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撒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對 好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叫做Count 這個人他是英國的一個哲學家 那有一次呢 有一個人 他一個朋友跑了過來 跟他說 後面有人在追我先去保護我 千萬不要跟他講我在哪邊 他就說好 不是 他什麼話都沒講 然後那個人就跑到他的房子裡面去 接下來呢 然後他的朋友呢 就躲到了這裡囉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他看到了這個人 走了過來 手上拿了一把刀子 他問他說 呃 對不起 我在 我在 我在找 我在找 我在找這個人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我才看到 然後這樣子我才能把他殺掉 那麼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有沒有在你的房子裡面 他明確地告訴了Count這個人說 呃 我是要來殺這個人的 問你有沒有看到 問這個人 然後呢 好 對於Count來講 這個Count有兩個選擇 選擇一 我跟他說 因為剛剛有人告訴我說 善意的謊言是有幫助的 是好事對不對 所以 他選擇一是 好吧 那麼 我就暫時的屈從這樣子的講法 所以我跟他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有看到他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回應這個人 這叫做A Count來撒謊了 二 第二個選擇呢 Count是一個自視正高的人 他認為 我是一個非常有倫理觀 非常有道德感的人 所以 我絕對不錯 違反道德的事情 撒謊這個事情 是違反道德的 所以 我勇敢地告訴他說 這個人 有 我有看到 他剛才進了我的房子裡面 他有兩個選擇 所以 現在角色互換一下 來回到剛才那個調查的地方 先砍掉 好 如果你是Count的話 如果你是Count的話 你有兩個選擇 如果你覺得說你的選擇是1 用善意的謊言跟他說 對不起 我沒有看到那個人 你去逼地方找一找 的話 請你選1 如果呢 你的選擇是2 你覺得說 做人 做人不能夠撒謊 這個很重要 你絕對不願意違反你道德的話 那麼 勇敢地告訴他說 這個人就在你的房子裡面 請你選2 好 現在開始 好 來 揭開謎題吧 看一下 所以 大部分的人 選1 是不是 好 來 我們來問問看 柏宇在哪邊 這邊 你選 你選 你選什麼 你沒有選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殺我的朋友 然後就算他說 說出原因好 我也不確定他說的話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所以我不認為 我應該放他進來殺我們 但我也不認為 我應該要直接 我就是要殺他 我也不跟你講為什麼 的話呢 那我會 那我會直接說話 為什麼 因為這不關我的事啊 有人死在我家裡面 我也有麻煩 所以你的原因是因為 你怕有人死在家裡面 對你造成了麻煩 所以 所以呢 乾脆來撒謊來保持你自己的屁股 是不是 用保屁股的心態來看 我朋友 重點是保你朋友 還是保住你的屁股 我佔七成 他佔三成 好 謝謝 來 再一個喔 我再看一下 柏翔在哪邊 你呢 你也是選擇撒謊 為什麼要撒謊 高中生都知道 撒謊不好 會報我本書 為什麼要撒謊爆出來 然後 你們現在全部的人 都跟我說要撒謊 所以看起來 那不叫黑寒啊 你叫鼓勵寒啊 那為什麼你也要撒謊 因為你喜歡撒謊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你覺得 OK 好 謝謝 這個人不好找 剛才選二的人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 你的理由 有沒有人選二的 這個人很重要 勇敢的告訴他那個人 就在那邊的 你是 你是因為想來鬧 所以來選 還是因為你真的有什麼想法 有趣的想法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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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嘴 所以會想嘴嘴看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平常就是 反正 走啦 想說存在的 走心啊 是不是 平常 平常 如果這種情況 平常是應該是會撒謊 但是我覺得 我想要弄一次別 好 你知道康特他自己怎麼講嗎 康特他覺得他該怎麼做嗎 康特他說 為了 為了 維持我的一個道德水準 我應該老實的跟他講 我跟他講說 他就在我家後 就在那房子裡面 那就有人問他說 他好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 為什麼你要跟他講實話呢 你不怕你的朋友被殺掉嗎 康特的答案是 我當然怕我朋友被殺掉啊 可是 他跑到了這邊之後 他應該知道 那個人會來找我 所以他應該會儘快地把他躲起來 或者再跑出去 所以 我今天 為了維持我自己的道德感 我不撒謊 並不會害死那個人 如果那個人 因此在我家被殺死的話 是那個人笨 不是我的錯 這樣子你覺得說服了你沒有 還是不要 你還是覺得要撒謊是不是 好 舉出像這樣子的例子來講的時候呢 他其實你會看得到事情是說 一 其實有時候對於 對跟錯這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它是有很多的模糊空間的 對抗的那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他預測 這個人可能會跑 應該會跑 好像也沒有錯啊 而他也會覺得說 每個人 都要維持正確的道德觀 好像也沒錯 可是做起來之後 他的結果 卻可能是我們覺得很奇怪的不好的 所以你維持一個道德觀來講的時候 他不見得都會造成 最大的一個好處 好 跳到下一頁 那 談到這邊來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再來談這個觀念了 我們剛剛講這些東西來講 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是說 到底 我們是依據哪些的方式來判斷 什麼叫對什麼叫錯 這個東西我們把它叫做 ethical principle 倫理準則 那在倫理學上面有各式各樣的準則 在管理上面來講 我們一般會討論到 以下的幾種 簡調到下一頁 好 第一種 在我們碰到像說剛才那種 到底該或不該 對或不對 這樣的兩難的時候呢 會把它稱為叫做 所謂的也是一種 所謂倫理兩難的部分 那一般來講 每個人可能會持有 不大一樣的一個倫理觀 來解決像這樣子的問題 這倫理觀當中 常被使用的第一個部分是 請跳到下一頁 這個 euteritarian 中文可以翻成 所謂的一個效用主義 它的邏輯很簡單 我們該進行的方式是 找尋一個對於社會 效用最大化的方式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做決策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回到我們第一個case來看 五條人命大於一條命 所以呢 我寧可五個 留下五條八加九的命 也不要讓一個勤奮的工人 的命就不值錢了 因為五大於一 所以我讓工人死 儘管這個工人 他並不該死 但我還會覺得他該死 因為五大於一 這樣的觀念 又或者是說 換另外一種角度 不同的人的解讀可能不一樣 對於什麼叫做最有利 它不見得是用人命來看 例如像我可能會說 這五個都叫做死小孩 才會在這邊堆 長大了 現在小時候死 長大會更死 會對社會更大的災害 而這個工人 現在已經努力在賺錢了 還要養家 他死了之後 對他們家庭會有更大的一個危害 很多人可能因此 老婆可能就沒有錢 小孩子可能沒有錢 念書等等 有更多的後遺症 四小孩死了就算了 家裡面大不了再生一個 父母也不會因此而活不下去 所以呢 那五個四小孩都死掉也無所謂 基於像這樣子 對於社會後果的最大化 對於社會的效益最大化 或者對於社會的負面效果最小化之下 來下你的一個倫理的一個決策 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叫做所謂的一個 效用主義者的決策 跳到下一頁 再來呢 是叫做所謂的一個 絕對道德主義者 絕對道德主義者 這個觀點來講 其實是回復到 古希臘雅典 他們的一個倫理觀 在那情形之下呢 他們相信一件事情 世界上有一些事情 是絕對正確的 這些事情 是絕對不能違反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就依照著這個準則來做 例如像 剛剛有人告訴我們 的事情是說 工人是在禁責 小孩子是在違法玩法 禁責的人不該死 所以小孩子該死 像這樣子的一種 推論的邏輯 它其實背後隱含的是 來自於是一種 倫理準則 絕對道德主義的 倫理準則的一種運用 跳到下一頁 第三個呢 它叫做所謂的一種 分配上的正義 其實正義感這個東西 對於很多人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之前那個 那個叫什麼 陳正審大夫在批判那個 大學是 申請入學是不是那個 就是考完那個 考完學測過來那個東西 有人在說學測不公等等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看起來 這個公平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角度來講 它最典型的東西 對應到的 是來自於說 我們剛剛在問說 有一個人一小時要救活他 不然就要死其他的四個人 有些人選擇的事情是說 我應該先選這個人 第一個心臟的人 可能是因為一 來自於一般急診室當中 對於人的一些規劃 就是按照這樣子的規矩來走 或者是說 有的人的主張是說 先來後到 他先來 本來就因為他先被serve 所以後面的人 再怎麼死 無所謂 先把這個東西原則先抓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 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你在這麼多的準則 在適用的範圍當中 你優先選擇的是 這個叫做分配正義的這個部分 再跳到下一頁 好 再來呢 是叫做所謂的一個親近原則 就好像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把小孩子 轉成你的弟弟妹妹 或者以前我們在玩的事情是說 把那個工人 轉成你的爸爸媽媽 男朋友女朋友的爸爸媽媽 住這類的東西等等 那時候很多人的答案 馬上就換就換了 為什麼 因為保住親人更重要 所以這個人 跟我的親密關係與否 和我對於他的行為 的判斷來講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這我們就做所謂的親密原則 當然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會 影響到的東西 例如像這個人 是不是給予他的 這所謂的一個認可 這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 還有對於當事人來講 你自己本身 有沒有什麼後遺症 會不會有折扰這個東西 也很重要 所以像胖子推下來 那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說 我不能讓胖子死 因為你會覺得 把胖子推下來之後 是我殺了胖子 如果胖子告訴你說 請你把我推下去吧 因為我自己跳不動 你推我一把 我願意救他們 在那個時候 可能很多的人 會願意多推一把 把胖子推下去 就會改變你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即使 在某些時候 我們會說有受害者 可是如果受害者本身 他是願意承受 這樣子的一種後果的時候 我們的道德判斷 又會不一樣了 好 那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作為一個良善的公民 就好像很多人都說 你想成為那個好人來講 碰到這些倫理兩難議題的時候 你應該要拿一種準則來做 作為一個善你良好的公民的時候 各位剛剛很多人都選擇說 你要做個好人 那麼你自己覺得這個好人 你應該要拿一種準則來行事 選擇一 笑容主義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這是用社會公義的吉他化的這個部分 選擇二 用絕對道德主義者 有些事情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有一個 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 選擇三 是用 那要什麼呢 公平正義原則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選擇四 是用親密原則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想舉 是不是 好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正確答案是以上皆非 因為我們自己回顧一下 我們自己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發現說 在不同的時候當中 我用了不大一樣的準則 來去合理化解釋 告訴我自己 我在做對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當中 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說 這些倫理準則只是在解釋 我們對於每一個單獨的事件當中 我們怎麼樣決定 如果我有認真思考的話 我怎麼樣決定 我該怎麼進行的一些邏輯 它不代表所有的對跟錯 也不代表每一個人都應該採用哪一種的方式 我們會因為各種的情境之下 而去影響到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判斷 那這也是使得倫理議題當中 變得更複雜的一個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我要先強調一下這個事情 好 那這裡談完之後 我們來談到下一個問題好了 再下一頁 來 法律跟倫理之間的關係 這個問題要怎麼問呢 好 有沒有聽過有一句話 叫做 法律是倫理的最低準則 好 我們來表決一下好了 同意的人請按一 不同意的人請按二 同意的人請按一 不同意的人請按二 OK 7比8比2的數字 好 嗯這個數字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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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認知上面我們不一定會想要去遵守 對就是我們認為是不對的事情但是法律上面決定 有時候很多遵守 很多事情的時候是這樣 好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 舉例子這個能力對MBA學生來講很重要喔 因為你們以後可能要跟各種不同部門的人做溝通跟協調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一個對方聽得懂的話來講給對方聽 那就是舉例子當中必須要練出來的部分 要不要試試看舉個例子 好可以 來那我們再換一個喔 嗯 為師在哪邊 為師 不在齁 那個第二個 冠廷呢 王冠廷 喔 你剛剛選哪一個 我選法律是最低的準則 為什麼 就普遍來說大家可以接受法律是正確的道德 所以合法就是合道德 不合法就是不合道德 沒有但是法律沒有跟上現在社會的道德的速度 所以會造成一些落差 舉例來說 像是在食品領這方面 抬在最低的法律的階段 沒辦法跟隨現在食品領已經有改變了 但是法律卻沒有跟上這一點 好我舉個例子來講 嗯 我想想看什麼例子 好 同性戀 對還是不對 同性戀 同性戀 你本身應該 我贊同同性戀這一個觀點 那 OK 那麼在很多國家 同性戀是違法的 所以 在那些國家當中 到底 同性戀 該是 對的事情 還是該是 要抓起來的事情 嗯 我覺得 它違法喔 所以在那些國家當中 同性戀 就是不能做的事 還是 它其實可以做 雖然違法 它其實可以做 但可以到別人 但是不能在那些國家 產生那種行為 嗯 我覺得它在那個社會 沒辦法被接受 它很痛苦的話 它可以選擇去其他地方 所以在那邊 絕對不能有同性戀的 任何的行為 假設它周遭的人 造成它的痛 是因為這樣還是因為它違法 嗯 我覺得沒有違法 沒有 在那些國家的法律 就是規定違法啦 因為很多國家現在是像這樣子啊 還有判死刑的都有 嗯 那 這是我剛剛講的法律沒有跟上的 所以是法律的錯 那如果是法律的錯的話 法律就不是道德的最低標準啦 有道理 好 我來問一下 有沒有人選擇這個的二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剛剛選擇二的 你不同意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的 就是有些法律不是對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在修法 是 對 所以我覺得不是每一堂法律都在這 你的名字是 吳思宜 吳思宜 你的三十七 好謝謝 好 你的例子想出來沒有 蛤 就是 我認為 就是認為說 像是 以香港那邊好了 就是 你不能把我例子講掉 我大概講什麼 蛤 你現在把它講掉我大概講什麼 蛤 那他還是給你講 你講好你講 你先講你先講 你先講 你先講 沒有啊就是 以香港那邊好 就是 香港可能 有很明確的法律就是 可能說你 集會有行 有一定的規定說 你他一定要被統一 或怎樣才可以這樣集會有行 但是其實 其實 像人民覺得說 政府做的這個法律 就是不對的事情 我認為他是可以合法的去抗爭或什麼 去 也許是破壞這個法律 因為法律 就像剛剛私語說到 其實法律就是 不太符合這個現況或怎樣 而需要被修改 所以我認為他其實是一個最底線 每個人 都有戀愛的權利 戀愛當中 其實不管男女與老少 我們都應該有談戀愛的權利 所以雖然 現在的法律 不允許 我去跟一個 八歲的小女孩 發生關係 但是 是這個法律 他還不能夠 趕上時代的關係 你們懲罰我 懲罰我 懲罰我這樣子的行為 是一件 不對的行為 是像這樣子嗎 但是 但是 雖然有點同意 但是有些這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 來談戀愛的話 像是 如果以 談戀愛 談戀愛也是可以 但是發生關係的話 可能也許 因為八歲的小女孩 不會啊 古代裡面八歲也會上啊 十二歲 十二歲你就要嫁人啦 中國古代的時候 中國古代人 那個想法 並沒有很 很 很熟 OK 因為畢竟那種 中國古代就是 可能你都是聽的家長 你沒有一個獨立詞 所以才會有這種狀況 好 這邊我要帶兩個議題 第一個 剛才那句話 法律是倫理的最低標準 這句話 對還是錯 看情境 它是有它的道理 有它適用的地方在 但是事實上 在我們一般討論的時候 法律跟道德這兩個東西 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在某些時候會有疊合而已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舉個例子來 先舉香港的例子來講好了 好 我們還是用私下調查一下好了 這個太表態了 來 回去刪一下 剛才那個東西 來 你覺得 現在香港在遊行抗爭的人 是暴民的人 請選一 你覺得 他們是一群 正在爭取自己權益 保護自己國家的人 請選二 覺得他們是暴民的人 香港那些抗議群眾 黑三軍 是暴民的人請選一 覺得他們是一群 很可憐 正在爭取 保衛自己權益的人 請選二 好 好 要不要給你看 好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他們是 值得同情的人 他們遊行有沒有違法 違反香港的法律 至少就媒體來講的時候是有的 甚至說你說砸地鐵這類的東西 絕對違法 那麼為什麼你們覺得他們在做的 是一件爭取自己權益的事情呢 是因為 從他的一些動機之類來判斷的時候 我們覺得 對的 他現在就用這樣子的手段 可以把自己的東西給爭取回來 至於他是不是合法的那個東西 可能就被各位暫時的放到了一旁 並不是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在法律裡面有限的工具之下 他無法達到自己的行為 所以迫使著他 跑來 用不同的手段 來爭取自己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也因此 他們這樣子做的東西 我們覺得是可以接受可以原諒 甚至可以鼓勵的 儘管這樣子是違法的 所以把這樣子的話翻譯過來之後 會變成說是 他在道德上是對的 但是 在合法性上面 他卻是錯的 那 為什麼是像這樣子呢 A 來 法律可能很多的時候 他不見得知道 與實共進 第二個 新的問題出來了 各位在座都覺得 他們值得支持的 如果今天把他換過來 換到 左岸去呢 你們覺得現在的91的 到底是 他們是 他們是 爭取自己的權益 還是你覺得 我們到對岸去投票的時候 他們會投更多的事 屬於 他們是報名 如果讓他們表決的話 他們可能會選擇是報名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今天看香港本地來講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他們民調的話 實際上現在民調裡面 最新的一個數據裡面顯示的事情是 大概有 我看一下 對不起我想一下我的記憶 最新的八月份這一次大概六成多到七成多 支持這些抗爭的人 兩成多覺得反對 然後再來呢 最早的時候有五成八的人 覺得這些抗議者他們做的活動有點過分 但到了現在的時候 反過來 有六七成的人支持他們做的事情 但反過來說 對於警方正報的那種評語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 大概將近七成的人 覺得警方做的太過分 只有兩三成的人覺得他們是合理的 所以換言之來講的時候 在一個社會裡面 因為每個人判斷的準則不一樣 如果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等於準則來講 每個人會有朋友的準則對不對 事實上每個人在這個社會裡面 每個人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標準 所以今天你說你覺得合理 但是別人覺得不合理 那怎麼辦呢 我們總要有一個大家的公開場合當中 可以依循的道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們會說法律這個東西 在某種形式上面來講的時候 因為它經過立法委員的認可 之類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它可以當成我們社會當中 暫時的共識 是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不這樣做不代表 不代表你錯了 這樣做不代表你一定是正確的 它會有像這樣子的觀念的存在 所以法律跟倫理這個東西來講 可以拆成兩塊 但是當你不確定 對你自己的東西 你不必是這麼確定 你需要靠別人指引的時候 可能法律這個東西 會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依循觀 我們會說至少我守法 總不應該是錯的 或至少會錯的幾率比較少 也因此我們會說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 在我們在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但骨子裡面這兩個東西 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像太陽花也是一樣 類似像這樣子的例子 正常來講 我今天跟你說 我去砸那個立法院 我不用砸立法院 我只要砸高市府就好 他一定把我抓起來 可是我今天如果跟他說 我是為了 我是為了要吃魚 所以去那邊的時候 搞不好你會覺得說我幹得好 所以在這行程之下的時候 場景不一樣 我們對於這個違法的行動 它到底是不是有正當性 我們會有不大一樣的一個解讀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而法律這個東西 是我們在沒有更清楚明朗化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最好在公認的標準 所謂的法律是倫理最低的準則 所以來繼續像這樣子的觀念之下 好 這樣子可不可以體會 好 我們再到下一個東西 好 再來呢 再下一頁好 再來好 我們來問一下好了 你們小時候有被體罰過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你們 這可以公開表決沒關係 你贊成體罰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謝謝 等等 你們所謂的體罰指的是什麼 我要溝通一下 我們年代不一樣了 我們被體的狀況可能不一樣 被打 打小手 被藤條打全身 熱龍就要抽人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還記得以前小時候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念國中 然後有一次被那個老師叫上去打 就是差一分 我們是不到100分 差一分打一下 那天老師不知道特報哪裡特別不爽 拿來一根這麼粗 對不對我手現在不會比 反正就很粗的藤條就對了 把他打下去 我還記得不過打了五下而已 那五下的時候 我本來都坐我同學的腳踏車去圖書館 那幾天呢 我剛坐上去之後我就跳下車了 我在後面用跑的 他在前面用騎的 因為那屁股才不會痛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很正常 好 那 體罰合不合法 現在不合法 現在不合法 那以前合不合法 以前合法 所以現在問題出來咯 這些東西到底合法 或不合法這個東西 它是會不斷的一個演變的 那好 同樣的我們的倫理標準來講也是一樣 我記得 我父母那一輩的老人家們 他們最流行的事情是說 這個小孩子交給你了 不乖你就打 打死了也沒關係 把他交到好 現在呀 如果我們這樣打的話 你覺得那小學老師會怎樣 即使你父母 即使你今天做家長跟那個老師這樣講 那老師還是不敢打 還生怕不小心又得罪了小朋友 又要被告 所以這代表的事情是說 我們對於所謂的 對跟錯之類的觀念來講 它是會不斷的 隨著時代而演化的 例如現在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台灣最近都在吵 同志這議題吵得滿兇的嘛 那我們來看一個場景 叫英國好了 英國有一個人 有沒有看模仿遊戲 也是跟那個 就是那個福爾摩斯演的那個人 叫圖靈對不對 好 圖靈後來的下行怎麼樣子 你知不知道 對 因為在當時來講的時候 英國一直到1970的時候 同性戀還是沒有被處罪化 那好 所以圖靈是在 有一次就是 因為有個妾道案 事情當中警察進來完之後 才不小心揭露了 他是同性戀的這個事情 他也很老實的就承認 對的 我是同性戀 我喜歡男人 我有跟男人發生過性關係 然後從此就被弄到了化學趣事 化學趣事完之後 因為化學趣事那個東西弄完之後 讓他情緒上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響 造成他有憂鬱症之類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自殺了 來我們來想像一下 圖靈這個人對於社會上面有沒有貢獻 很大的貢獻吧 在英國甚至算民族英雄 因為現在 新版的50元的英鎊指鈔 用圖靈的頭像來做這個東西 可是 儘管你是一個英雄 可是你犯了同性戀這一個 違反國家法律 或者違反當時的 主流的社會思想的人 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一定要受到這樣子的懲罰 所以在當時來講 同性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當然中間有經過很多演編的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到了大概1990年代初期之後呢 同性戀這個東西 其實英國通過了一個法律叫做 Civil Partnership這樣子的法律 他所指的事情是說 他新創了一種關係 叫做Civil Partnership 我們可以經過教堂 或者法律的認證 讓我的那個同居的夥伴 他可以享有跟婚姻伴侶 完全一樣的權利 像這樣子的狀況 他們把它叫做Civil Partnership 這個東西甚至 話講難聽一點的事情是說 他其實不只同性可以適用 例如像異性來講 如果你不喜歡婚姻這個名詞 你可以選擇去用Civil Partnership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甚至Civil Partnership那邊來講 還有所有的離婚 像這樣子的狀況 他們的觀念也是這樣子 一直不斷地在做這樣子的改變 所以換言之來講 我們的社會裡面 對於這些所謂的對跟錯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直不斷地有一些演化的過程 而這種東西事實上不斷地發生在很多的場景裡面 例如像 第一個 什麼叫做漂亮的女生 你們覺得現在 我問一下好了 現在你們會覺得自己太胖的人請舉手 你會覺得自己太瘦的想面胖點的人請舉手 太瘦 對 有一兩位是不是 好 如果你們在唐朝的話 你覺得女生要長得什麼樣子 風雨 不但要有肉 還要有味道 因為傳說當中 傳說當中楊貴妃是有狐臭的 傳說當中 唐明皇就愛這一位 好 可是呢 可是呢 你在漢朝的時候呢 漢朝你要很親 所謂的還肥厭壽 這來自於類似像這樣子的典故 所以 包括我們對於什麼叫美女 什麼叫做神美觀 這類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 不斷在做改變跟在做調整的空間 事實上對於什麼叫美女這個東西 在 在現在的世界潮流之下 有一些正在做調整的一個空間 例如像你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說 幾年前 在有一個義大利的模特兒 因為節食過度 所以後來死掉了 太瘦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 有一些這種精品市場的品牌 開始要求說 我現在的模特兒 我不要那種很瘦的 真的我要找一些豐滿之類的 來去達到一些所謂的 新的社會印象的創造 因為我的是說 如果你有看很多不同國家影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的印象當中 例如看好萊塢的影片有沒有 大部分好萊塢的明星都是 一 男生要帥 要肌肉很壯 等等這樣子的一些 然後女生呢 就要 一 可能健美 或者再來呢 可能某些部分要夠大 身材要夠結實 才叫做明星 才上電視 但如果我就看到歐洲某些國家的時候 那時候看到很意外的事情是說 怎麼這個人長成這樣子 也可以當明星 還演很多的電影 可是 對那些國家來講 他們就是覺得 這樣就好 那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 例如像 各位記不記得之前 ZARA的模特兒的事件 ZARA在有一次他們的廣告裡面的時候 找了一個 好像是 華裔的女生 去拍了一個 他們促銷的一個影片 那因為那個華裔的女明星 那個模特兒當中呢 他臉上有一些豆子 所以那時候 有一些 來自於 對岸的一些人 就發起了一些抗議說 你這個叫 入我們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有更多更漂亮的人 你為什麼不找這些人 可是對於西班牙來講的時候 他想傳達的是一種 怎麼講 一般人 庶民 我們要庶民的美 我們要庶民的美 美可以有很多種 你儘管 儘管你今天長相 並不像模特兒那樣子 但你還是有一樣的美 在廣告當中想傳達的是像這樣子的訊息 所以儘管是在同一個時代當中 我們的審美觀 也會有不大一樣的東西 同樣審美觀這樣子的東西 也可以適用在所謂的一個道德觀等等 像這樣子的東西之下 所以同樣來看的時候 我們同樣看最近最流行的香港的一個事件當中的時候 我們來比較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台灣這邊好像 我看起來大部分 嗯 對不起 在我的同溫層裡面 大部分是覺得同情香港的同溫層比較高 但是 如果你今天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們覺得馬來西亞人是同情哪一塊 是香港政府 還是同情示威者 馬來西亞同情的是香港政府 他們覺得這些示威者都該去死一死了 直接關起來宰掉算了 他們會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看待他 所以 換言之這個東西不是只有 大陸跟台灣的看法不一樣喔 不同地方他們的群體當中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 同一個時點當中 不同的國家而言 他們對於什麼叫做對跟錯 可能有不大一樣的議題 那麼 不大一樣的看法 那麼這個東西 所告訴我們的事情是來自於說 一 這些倫理的觀點 它是會隨著時代而演化的 第二個 在同一個時點 不同的國家裡面 不同的地方裡面 對於 對跟錯 這樣子的道德觀來講 它會有不斷的演化的部分 那 知道這個東西來講 對我們企業來講 有什麼意義 對我們企業來講 最大的意義之一是 很多的企業 你的營業範圍 可能會涉及到 一 不同的國度裡面吧 或者說 二 可能你會聘用到 不同國籍的一些員工 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這些企業該怎麼樣子來去設定 自己的一些政策 它會影響到 這家公司的一個 該做的一些做法 那麼這個東西來講 我想在 我們裡面好像 第四週來第五週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處理一下 像這樣 不同國家的一些議題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 課程講解的部分 到這個地方為止